飞雪连天 涉白露 孝书神侠已避冤 一幅看似并不工整的对联 浓缩了十四部武侠经典 蕴含着千秋家国英雄梦 金庸小说是香港文学史上的骄傲 亦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座棋风 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巨大深远 在全球华人乃至不少外国读者心中都占据着独特位置 被金庸赏识 获聘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 兼总经理的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 日前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解析金庸小说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金庸小说实际上读者是非常广泛 而且我觉得他每个阶前都有读者 而且从九岁到九十岁都看金庸小说 就现在有很多海外的一些华人家属或者华人孩子 他们过去对中文他们有点割合 甚至有点排泄 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文迹很吸引人 那么通过金庸武侠小说 作为那个学习中文的一个桥梁 起了很大作用 可以说有井水的地方 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读者 所以他的那个传播是很广泛 而且他是很线路的 很多华人到第三代了 对华文他们很多已经不懂了 甚至他们也不想写 但是往往从外文看到金庸的作品 那么他们对中文华文感兴趣 所以他反过来 他们就要看研究 就是金庸的研究 结果所以金庸在华文的普及 华文的推广 这样起到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作用 与金庸共识多年 谈及与金庸的关系 潘耀明曾在我与金庸的语文中 这样写道 金庸与我是一师一友的关系 养殖弥高的重碑 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 对于金庸小说在全球的影响力 过去数十年的经历 亦让他有切身体会 因为前天我参加一期金庸的研讨会 那么他们有过初步的统计 这个应该是十多年前的 所以金庸的读者 他们初步的估计了有两亿 那么我看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作家 可以有那么多读者 1995年我和金庸去日本 所有的金庸作品全部翻读李文 而且李文现在 他那个书已经非常畅销了 除了日本 韩国 以前叫汉兴大社 现在叫首尉大社 有个教授还跟我讲 他说韩国的大社 基本上有60%以上 从东北的白山黑水 到大理的苍山而海 从新疆的天山昆仑 到嘉兴的南湖烟雨 在金庸的笔下 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 名胜国祭被禁收卷宗 读者无不为中华文化之经 山川之美而心持神往 在潘耀明看来 润物无声 在字里行间呈现华夏之美 这正是金庸作品 对华语作家的启示之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它的文风很多是中国名宋的 笔记文写 甚至清朝 从金庸的文迹来讲 它是很纯粹的一种汉语 因为金庸里面有很多山春 风光的 就是中国的 不同的地方的 不同的地域 实际上它 它等于它在 从武侠小说 它展现了中国的 美丽的山春跟风光 这种潜移末化的作用 你不能靠营销了 你真的要通过一些 这些作品来说明 包括香港的一些作品 一个好的作品 好的艺术品来说明 这个才有说服力 在港生活大半生 与潘耀明而言 正如金庸小说 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进程中 占据的独特地位一样 香港在不同历史时期 也扮演了承载文化 互通交流的纽带角色 近年被赋予的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 新定位 则为东方之珠的未来发展 赋予了新的使命 我一直说 这个窗口是开放的 就是东西南北 都可以通过香港的窗口 来沟通的 或者作为一个桥梁 我打一个比方 当时很多内地的作品 特别新闻学作家的作品 比如鲁信 巴金 钱中书这些都不能在台湾销售 都是通过香港这个桥梁 就是带过 带去台湾 还有台湾有很多作品 也是通过香港带到内地的 在新的时期 国家赋予香港 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我觉得对香港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特别在文化交流 我就觉得 在文化交流里面 文学是文化艺术的灵魂 如果没有文学 等于是文化这棵树 是苍白的 无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